对于乳腺的这个结结和囊肿,经常大家会有所误解,觉得得了乳腺结结了,是不是就是有了癌了? 在这方面,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乳腺的肿瘤,那么对于乳腺发生的肿块,我们医学上统称为乳腺肿瘤。 乳腺肿瘤包括乳腺的良性肿瘤和乳腺的恶性肿瘤,那么乳腺的良性肿瘤常常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比较小的,我们可以称为乳腺结结,那么乳腺结结它也包括良性和恶性的,从它的实质来说,可以包括乳腺的实性结结和乳腺的囊肿。 那么对于乳腺的实性结结和囊肿的鉴别,一般情况下是要依赖采钞的辅助检查,那么在采钞之下,可以清楚地看到乳腺结结到底是乳腺的实性肿物还是囊肿肿物。 那么对于实性肿物和囊肿肿物的鉴别,乳腺采钞是非常重要的。 一般情况下,医生医学的术语是爱用乳腺结结,那么乳腺结结它也是包括实性的结结和囊肿的结结。 感谢观看